构建完了这个User Table之后啊 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干这个Item Table啊 其实上他们的一个道语来说啊 都是类似的 咱们来看 User里边的时候啊 哎呦 词也这么多 咱们怎么看的 是不是就这一个指标啊 那你说这个Item里边是不是也类似的 多了什么 多了一些属性 多了一些评论 然后差不多吧 其实上来说啊 其实上做法来说也是一样的 咱们再来看 在我的做法当中啊 就是Item Table 首先呢 路径给它一系列 不管用哪个 先都导进来 直接复制省事了 然后把我的一个商品属性读出来 分组进行统计 统计它的 就是先把这块啊 就是避免MaryEye罗嘛 把它做了一个size 然后呢 就去统计它的一个评论 这都是现有的吧 现有的都非常简单 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又去默示一下咱们当前的数据 并且呢 在我数据当中啊 是不是二三四月都拿过来 然后并且呢 又把我这几个月的数据当中啊 就是 它的一个 算了一个转换率 然后转换率完之后啊 咱们就是把这数据 转在一起 这就会完事了嘛 转完一起之后啊 打印成一个csv 然后输出就可以了 输出完之后啊 输出完这个表 当时吓了我一跳 我怎么这么多NN值啊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NN代表着 它是一个空值啊 not a number 那为什么会有空值啊 做的item table 最上面这个item table item table里啊 其实上它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空值啊 就是它这里边就是绝大多数是空值 为什么 因为这些空值可能是 它对应于都是一个商品啊 可能是就是这个商品啊 它是 嗯 在这段时间之内啊 它就没有 没有什么东西 可能就是 没有点啊 也没有怎么样啊 反正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吧 那到底是不是啊 咱们来看一下吧 怎么看呢 就是 嗯 你看一下这个 嗯 一个item的id 比如说这个值 从没出现在 你的action当中 比如说你在这个 7这个action当中啊 咱们就随便找 然后我查找一下 看一下 就是说 在你的行为当中有没有 在行为当中有啊 肯定是说 它不可能出现 not a number这个值吧 那你行为当中没有 那它肯定就是 没有的呗 你看这个东西 它就没有 再找一个 试一下 嗯 再找一个 往下随便拉一个吧 再找一个 反正也没值得 你看再找一个商品 再找一个商品 在这个里边 这个里边 我再找一下 应该也是找不到的 就是说 有很多商品啊 它自身 怎么说呢 卖不出去吧 很惨啊 这个商品 它自身卖不出去 那没招了 所以说在行为当中 它就没有这个记录嘛 没有这个记录 所以说对不起 not a number 这就完事了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得到了 这个item这个表格嘛 相当于是 有很多都是没有值的 但是有很多啊 它是有值的 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啊 就是两个table都有了 刚才咱在说的时候啊 怎么说的 是不是说有 对于有一些用户来说呀 咱们什么东西会影响 咱们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对于我的一个用户来说啊 是不是说 咱们刚才说有一些爬虫数据 或者说不是爬虫数据 爬虫的人 有一些爬虫啊 就是会影响最终结果吧 还有些用户呢 就是来 呃 不能说来捣乱的吧 就是干点 干击啊 在这做测试 但他不买 所以说呢 我也可以测一下这样的东西啊 首先啊 先把我数据读进来 然后呢 读进来之后啊 发现了就是 统计了一下指标啊 在我的指标当中啊 就是发现啊 一共有这么多个用户 然后呢 有多少用户啊 一共是有这么三个用户 你看 A这里边是318 这个是321 差了三吧 相当于啊 是三个用户的缺失值啊 A这塞死这两个缺失值 那怎么办呢 哎呀 有缺失值怎么办啊 缺失值删掉 完事了 因为缺失值比较少吧 缺失值比较少啊 咱们就直接的删了 就得了这个东西 缺失值你可以删 然后呢 你还可以删除一些什么啊 还可以删除一些 没有交互记录的用户啊 有些用户当中啊 是不是说这个用户啥都没干啊 就出车完 就好像扔着拉倒了 是不是说这些用户 对我来说有用吗 也没用吧 删了完事了 所以说我也可以啊 删除一些 没有交互记录的一个用户 然后这块用户 我也可以给他去 给他删掉 相当于是就做了一个过滤吧 统计一下 一共多少个 然后呢 给他删掉 这就完事了 那这个啊 就是删完之后啊 咱们的一个新的一个结果 新的结果完之后啊 然后就想 爬虫又怎么区分爬虫用户啊 和真诚的用户啊 爬虫用户啊 一般喜欢下转机 就是点击率得极低吧 我们统计了一下 就是说这块能 咱们能统计到 它的一个均值啊 我看一下 这个均值是第二列 这个均值啊 咱们都可以统计到的吧 通均值 竟然可以统计到 所以说 点击的转化率均值 和咱们这个 浏览的转化率均值 都可以拿出来吧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 我们可以指令一个预值 比如说 我说我设置一个预值 非常小一个值 我说这些用户 是个惰性用户 相当于是 或者是一个爬虫用户啊 或者说 这个用户啊 相当于是 就是来捣乱的啊 干看干点 然后他就不买 这些用户啊 可以删掉吧 所以说呢 可以把这些用户删掉 然后这个预值啊 可以酌情的 进行一个调整 把这些人给它删掉 相当于是 又进行了一份过滤啊 通过一个预值 过滤一下 这个啊 只是暂时可以想到的一些点 然后带着大家啊 其实让可以想到很多点 然后过滤完之后 把新的数据 放到一个CSV当中 这就完事了 所以说啊 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 新的一个数据了 在这个新数据当中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一个过滤 过滤的时候啊 其实上 嗯 怎么说呢 对过滤的一些方法 一定合适吗 不太一定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啊 就是可以进行一些其他过滤 删除一些东西啊 替换一些 不能替换也蛮少 一般我们都是去删 清洗过程当中啊 一般我们让 如果说数据量足大的 情况下 我们删一些比较没用的 比较垃圾的 觉得对我结果 举足轻重 相当于 不能嘴声啊 就是说对结果 没什么太大影响的 这些东西 删掉就完事了 所以说 这个啊 就是我们数据清洗 对用户来说啊 又做了一个数据清洗的一个工作 这个啊 就是我们对这个 user数据啊 进行了一个清洗 那对这个item数据啊 要不要也进行一个清洗呢 其实啊 就是根据咱们的算法来说啊 需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如果说你用一些传统机器算法 它需要什么 在确实值上 它肯定要填充一个值上来的 比如说你看这里有很多NN值吧 像是打开这个表当中 这表当中啊 是不是有很多NN值啊 但是呢 我们接受后啊 选择机器算法是xgboost 这个xgboost啊 首先来说 它是一个基础的数模型 这个基础数模型啊 它可以怎么办 它可以把这个notenemverage啊 也当成是一个特征 那什么意思啊 它其实就是说 一个数模型在节点分裂的时候啊 它就会考虑 你把确实值放到左节点合适 还是放到右节点合适呢 它会自动的去做这样一个评估 所以说啊 在这个item这里啊 虽然说notenem值很多 咱们可以进行个天充 那你说不天充 能不能跑算法呢 跑咱们的xgboost算法 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但是如果说啊 大家想去 用一些其他技术的算法 比如说逻辑回归啊 SAM啊 神经网络啊 这些算法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天充这个确实值了 其实啊 之前很多同学都问我 就是 这个确实值为什么跑到这个 机器学算法当中啊 也能运行啊 其实啊 就是这个东西啊 每个算法对待不一样 大部分的酷啊 大部分的算法都会把确实值 进行一个自动的天充 它可以啊 拿均值啊 周围数啊 等等进行一个天充 然后呢 在这个xgboost当中啊 它比较特别 它会把这个确实值啊 就是单独的拿出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确实值数据单独拿出来 它会觉得把确实值要么都放在左指数 要么都放在右指数 反正在这个特征上 它没有值嘛 它也不知道放哪 它或者说会对比一下 放到都放在左边好呢 还是都放在右边好呢 它会有这样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的 这个啊 就是xgboost的稍微一些不同 这块啊 就是其实我这块还没有去做这个事情 到时候大家呢 也可以来去对比一下 就是我们处理这样一个确实值 和不处理确实值 会不会对接受产生的不同啊 在xgboost的算法当中啊 这个啊 其实实际上来说啊 也是一个策略了 然后这个策略啊 咱们之后就再给大家猫儿来说吧 然后呢 这节课啊 就给大家啊 先是说了一下 就是在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大背景之下 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用户购买意向预测 然后呢 我们大致分几步走 并且啊 我们第一步当中啊 数据清洗 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但满量来说啊 是有一些的 可能还得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因为从这个数据量来说啊 就是尤其是这个action数据啊 行为数据 还是蛮大的啊 这个数据里边 所以说得花一些时间啊 才能把它清洗出来 然后呢 这个流程啊 改得给大家都概述了一遍 这就是我们清洗过程当中啊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 然后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发现了 八九十七八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啊 一直有这么多个点 咱们都可以把这一点啊 再加进去啊 相当于是把这件事 做的更丰富一些 然后呢 这就是啊 咱们数据清洗啊 它的一个过程 咱们都可以把这件事发现了一遍 咱们都可以把这件事发现了一遍 咱们都可以把这件事发现了一遍